高铁列车又出状况 有搭乘高铁的民众表示要从嘉义北上 但途中列车一度卡住不动 时间长达7分钟 对此台湾高铁表示下午2点18分 在台中站发生了倒叉讯号异常 经派员维修之后 已经在下午的3点35分排除了异常的状况 全线也恢复正常运转 此事件造成部分的列车略有延误约5分钟